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现在我们继续来谈这个四项假设性的思维 那么其中的第一项就是不自觉的假设 不自觉的假设 那这种的不自觉的假设呢 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它会绑住自己 就是极限的 极限自己的思维的思路以及视角 极限自己的思维跟它的这个视角或者视野 那么如果呢,培养这方面的反思的能力 就是我们要培养这个 培养反思的能力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反思的能力之后 就可以呢,可以来有同样的 能够培养出这个洞悉别人的能力 洞悉别人的能力 那这两项呢,可以在架构上面表现出来 就是整个架构的这个说服力 然后也增强了它的可实现性 因为这个知己又知彼了嘛 所以做出来的架构呢 就会有说服力 可以说服老板去这个投资 投资呢,之后又有可实现性 所以呢,更能够做出好的产品 所以呢,可以make money OK,那这就是整个 我们对于这个不自觉假设 为什么会把它列入第一个重点的原因在这里 OK,那我就以我高老师的例子 那高老师呢,反思了很多很多 这个在智能终端 也就是智能产品 以及呢,互联网服务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移动互联网跟互联网这一块呢 那么也反思了很多的假设 然后我来一个一个呢 拿了十几个来跟各位分享 那这个是我的 对于这一个 现在整个产业 尤其是在 智能终端 智能电视 移动互联网 互联网这方面的 一种的 对假设的一种反思 OK 好,那我来看第一个 就是智能电视 是终端 这是大家一直的一种假设 认为呢 智能电视就是终端 但是事实上 电视机可以是云 可以是云 例如呢 我们在课程当中 有把这个IJT 这样的一个 web page的container 就把它 就是网页的 网页的 这一个container 把它装进去 那这个叫IJT OK 把它装进去 这个电视机里头 那么电视呢 里头就可以换网页 就可以换网页 所以呢 这个家里的电视机 就变成一个服务器咯 变成一个服务器 所以呢 这个手机呢 就可以通过 internet 所以透过internet 来访问这个电视机 因此呢 电视机就变成家庭云咯 家庭云 我们称为叫 Family Cloud 所以这个假设呢 其实是自己绑自己的 它会让我们 在电视机的产业当中 跳不出 这个终端的想法 因此呢 影响我们的商业策略 影响了商业模式 影响了我们的 产业的一个获利情况 所以呢 其实呢 电视机也可以是云哦 好啦 第二个 写软件呢 卖钱最好 因为像微软啊 因为可以无限复制 每复制一份 就可以 这个卖钱 一直复制 一直卖钱 就像微软啊 卖它的Windows一样 还有卖它的Office 一样 但是这是一种假设 其实呢 软件送人 啊 是最好的礼物 因为 复制不花钱 所以可以像Google 有没有 所以呢 Google呢 拿这个Android 来送人 来送人 对不对 送给三星 送给HTC 送给所有的开发者 啊 但是都不收钱 啊 因为 它复制不花钱 OK 其实 可无限复制 跟复制不花钱 是一样的 一个特性 但是 用在两个不同的 对方是基于 两种不同的 这个假设 OK 其实这个是假设而已 其实呢 不一定是这样子 OK 再来 这个国内的厂商 有能力 做出好的操作系统 所以呢 加上国内的 市场大 加上国内 市场大 所以呢 国内的厂商呢 不应该依赖 Android 这种外来的操作系统 所以应该自己做 自己做操作系统 OK 其实呢 并不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种假设 说我们有能力做 加上我们有市场 所以我们应该要自己做 那这是一种假设 那这是一种假设 这种假设 因为呢 其实呢 自己会做 有能力做 第一个 第二个 加上市场大 事实上 也不应该做 也可能 做了没用 为什么 其实呢 其实呢 这一个 打造自己的轿子 这有能力打造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呢 自己也有 能力来抬轿 因为很多人会来用 很多厂商 很多硬件厂会来用 但是 问题来了 自己 打造的轿子 自己来抬轿 那就不叫 这称为轿子了 OK 所以操作系统呢 像Android是 由Google打造 好 你再看 这个Android 第一个是由Google 由Google来 这个打造的 OK 第二个呢 是谁来使用它 一开始是HTC 还有这个三星 还有这一个华为 等等这些硬件厂 这些硬件厂 公司来使用 那使用的人 是来做什么 抬轿 这是做轿子 这是抬轿 因此呢 这是由谷歌来做轿子 有这么多硬件厂来抬轿子 因此呢 这个轿子才会动 那会动的轿子呢 才是 称为轿子 那我们自己 做轿子 然后自己的硬件厂商 自己来抬轿子 对不对 那都是自己 自己做自己抬 好 那这样子就不叫做轿子了 对不对 应该是 啊 这一个 我们做轿子 然后有国外的厂商 有全世界的厂商 都来排我们的轿子 那就对了 好 那就对了 所以我们今天反问 如果呢 有这一个 啊 这个华为 所做的操作系统 那么请问三星 这个硬件厂要不要用 它可能不要 它要用自己的 因此呢 所以呢 这一个华为的操作系统 那么 这个华为的操作系统呢 这个轿子 就没人抬 靠自己抬 那个就不叫做轿子了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 看另外一个例子 卖内容 送硬件 啊 所以呢 这一个 啊 硬件只是配角 所以呢 我重点就放在内容上 然后做好的内容 然后呢 再做软件 然后做好的软件之后呢 再把它加起来 这叫数位化 叫做数字化的内容 然后呢 就把它交给这个电信页 然后电信页呢 再把它放到这个硬件的平台上面 来执行 所以硬件平台呢 只是一个配角 是一个配角 所以呢 我们应该是 卖服务 卖内容 啊 卖内容 或者是 啊 卖这个service 来送硬件 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就像小米 啊 这个硬件不赚钱 其实 认为硬件是配角 那么这是 传统的 假设 就是传统的假设 但是这个假设 不一定是事实 不一定是事实 因为硬件 也可以是主角 例如说 卖硬件 送软件 所以呢 我们可以 卖硬件的终端设备 然后再把软件 加上去 再加这个内容 然后呢 再把它交给这个 网路业者 再把它交给网路业者 那这也是 一个 其实呢 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们很多 有时候常常 只认为 这是真理 这样是真理 所以呢 大家认为要卖内容 送硬件 事实上呢 也可以 卖硬件 送内容 送软件 OK 好 再来 所以呢 再进一步 这个配角 配件 也可以是主角 也就是卖配件 送软件 送内容 都是有可能的 那这些呢 我们就不要被 原来的 这个假设性的 一种思维 极限住了 OK 好 再来 第五种 我们再来继续说明 这一个 架构式 应该先找出 更多的事实 根据来 证实它的构想 引起别人的关注 这是很多架构式呢 遇到别人的批评的时候 它会一直 去寻找 事实来 实证它的构想 实证它的 这个架构 它的设计 事实上 架构是擅长的事 那事实来否证 它的假想 这个 hypothesis 这是我们之前 在上个回合讲过的 所以对完 对于无法否定的 这一个想象呢 继续保持这个热情 所以引起热情的 并不是透过实证 来引起别人的热情 而是 要透过否证 来这个 做删减 做删减 因为这个实证 基本上是做加法 然后这一个 否证呢 是做减法 所以我才挤 那个农中队 一开始 就讲了 把这个一分天下 删掉了 把二分天下 删掉了 结果呢 牛背呢 被他说服了 就热情关注 这个三分天下 OK 热情关注 三分天下 OK 接下来第六个 做框架 应该是抽象出 不变的部分 所以框架应该是 属于地基 框架应该是平台 所以应该是 比较稳定可靠不变的 因此呢 我们在做框架的时候 要抽出不变的部分 其实呢 把变的部分拔掉 可能更有效 更有效 而可以更省钱 更省钱 因为你要去证实 这个事情是不变的 那很困难 如果你要证实 哪些事情会变的 那很简单 所以呢 做框架 可能走这条路线 把变的部分拔掉 那可能比较快 OK 可能比较快 但是事实上 也不是完全这样子 事实上把变不变 都把它包起来 都把它整合起来 那这样子的一个 变不变 的一个一体的 一个像集装箱 这样子 可能这样才叫框架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对框架的假设 这是被它极限的 所以我们很难看到 这一个 这种造型 很难看到 这个集装箱的概念 所以呢 我们 都没有搞清楚 我们都是 为什么没搞清楚呢 事实上 都是被假设所极限的 OK 第七个呢 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那讨论通信协议 先讨论通信协议 比如说我要开发 climic跟server 那么就两个团队 一个开发climic跟server 然后就 遮动通信协议 所以呢 我们的一个假设 就是一定要先把通信协议 取得两边的共识 然后才各自开发climic跟server 那么事实上 通信协议 可以后来才决定 为什么呢 我们就开始就建设 设计一个class 叫superc 里头是空的 暂时是留空的 暂时是留空的 把接口定出来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开始可以开发c的 然后c就针对这个接口去扣它 然后 这边的接口就扣下来 可以开始呢 就可以之后 之后就可以把通信协议 写在这个代码里头 写在这个代码里头 因此就通起来了 所以呢 通信协议 是可以后来才决定的 并且呢 未来才可以添加上去的 OK 好 第八个呢 激烈是抽象类 所以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内涵 其实呢 激烈也很适合装入 善变的内容 就像上图一样 一般人认为 这是一个鸡类 这是superclass 这是一个superclass OK superclass呢 那么它应该是 装的是比较稳定的东西 但是事实上 在这个例子当中 就把它装的这一个 三变的东西 有没有 反而呢 这一个superclass里头呢 放的是比较稳定的东西 比较稳定的东西 OK 再来第九 架架构设计是寻找共通性 有没有 这是我们讨论过的 我们应该是找出这个有共通性的部分 但是事实上 架构设计呢 不一定是这样子 架构可以是独一无二的 架构设计是追求独立性 独特性 以及比重不同的 所以呢 架构设计也可以这个样子 先分出这口 然后抽象出共同这口 然后呢 再组合出 比重不同的 各式各样的创新 OK 再来 第十种 这软件是用来服务别人的 其实呢 软件是可以用来控制 这个金钱的流动的 控制金钱的流动的 所以呢 这一个 像谷歌啦 都提供这个Android平台 是对他的金钱收入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做软件来送人 然后用来控制金钱的流动 OK 那这个做软件不一定是来服务别人的 更重要的 要控制金钱流到自己的口袋里头 OK 第十一呢 应用框架是来服务AP的 就是说Android这种应用框架 Android的平台 是来服务这个AP的 这是假设 但是事实上 这一个应用框架 是用来框住AP的 用来框住AP的 所以呢 这个很多假设 都不见得是事实 但是 我们都一直放在心中 好 十二呢 设计是用来添加自己产品的特色 所以呢 我们要谈设计 都是为了把自己弄得更好 但事实上 设计呢 可以用来设计别人 让别人呢 掉入陷阱里头 就是中计 OK 所以呢 设计也有很多种用途 并不是 一直都坚持 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已 这是一种假设 好了 再来用户使用AP AP来调用平台 因为我们 都会常常画这种图 这是Android 然后上面呢 是 是AP 换 这个AP2 所以呢 再来 大家会觉得 那user呢 使用AP 然后AP 再来调用Android平台 那user呢 用AP2 然后 调用Android平台 所以呢 用户使用AP AP 调用Android平台框架 事实上 用户根本没有用AP 用户使用的都是硬件 用户呢 这个没有用这个 用户其实用的都是 这个硬件 硬件的 这个操作呢 Linux才扣Android Android才扣AP 所以呢 是用户使用硬件 平台呢 这个框架 调用AP 那这个都是一种假设 但是大家都一直认为它是真理 OK 所以就极限了 很多人的思考 然后再来架构来自需求 所以呢 从需求呢 就导出这个架构 就是基于这个需求呢 来导出这个架构 让架构来支持这个需求 那这是一种假设 所以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事实上 架构可以来自运景 那我们就拿需求 来检验这个架构 所以的需求呢 重点是要拿来检验的 拿来检验这个架构的 那反而架构是从运景而来 那么架构也可以是这样子 所以不一定认为这是真理 这个并不见得是真理 OK 那这也是可行的 像做这一个目前的敏捷 也是走这一条路线的 然后再来第15个 我们一般的分工就分成client跟server OK 然后这个API是切在中间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以client跟server来分 这是云端 这是客户端 然后做分工的依据 事实上在android里头呢 在很多的环境当中 这一个 大家的分工是来自这个鸡类子类的分工 你看 这一个superclass 这是server 这边 这是client 这是server 然后server的鸡类 跟client的鸡类 都是由强龙所开发的 那么这个client的子类 跟这个server的子类 都是由地头蛇来开发的 因此呢 这个强龙要控制地头蛇 所以呢 这个API走到这里 API在这里 所以呢 其实呢 可依据 子类 基类 来做分工 不一定是client server来做分工 OK 再来 第16个 脑海里想象的设计是假的 实际做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的 这个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 事实上 真正的架构师 真正的设计师 他们认为的 是想象中的设计是真的 做得出来的东西是假的 好 那么因为 我昨天有说明过了 就是 在上一个单元有说明过了 这一个 因为 这个 这个 乔布斯 他脑筋里头的设计 他认为是真的 那么做出了 这个iPhone的手机 他认为 这个实体的东西呢 iPhone的手机 是假的 那这个真的 所以呢 假的跟真的之间 就有它的落差 然后乔布斯就一直希望 这个假的 把它做得跟真的一样 所以呢 就会去寻找更多的创意 去做更多的改进 所以呢 就会做产品的改良 因此 促成了产品的创新 产品的创新 我再说明一遍 产品的创新是来自于 这个架构师 一直认为 他脑筋的设计 是真的 但是因为受限于 这个公司的财力 物力 还有人员的能力 还有时间的因素 所以做出的 这样的一种产品呢 并跟真的有一段的落差 也就是做得不是那么好 就大家都是这样想 对不对 想象中的 那么做得出来的 总是有落差 那落差呢 那我认为它是真的 那它是假的 所以我就想去改进假的 改进假的 所以就可以去改善它 找出更多的钱 来投资 那么找更多的用户 来回馈 找更多的设计师 搞更多的工程师 来马上改进 希望缩短跟真的的落差 因此呢 促成了产品的创新 那么如果我们原来认为 设计是假的 做得出来才是真的 那么我们就失去了 产品创新的动力 失去了 引导这个产品创新的 这个动能 OK 好 再来最后一个 要脚踏实地的 逐步迈向未来 所以要从现在 连条未来做规划 事实上 乔布斯说 你要从 这个 要调问未来的时候 你不可能把它连成一条线 只有从未来 回顾的时候 就是从未来 回顾现在 回顾呢 这个现在 的时候 才能够把它连起来 所以呢 我们这个一直都有 这种认为 要脚踏实地的 逐步迈向未来 那么 这样才能够 点掉未来 做规划 这个人生 才是踏实的 其实呢 乔布斯说的 并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 表示这是一种假设 不是一个真理 不是一个真理 OK 好 那我在这边就是 以我的自己的反思 提供出来 给各位 来欣赏 各位呢 来做抛砖引玉 希望 我这些砖 可以 引出你更多的 这个反思 然后呢 创造更多的 这个 idea 然后呢 编组成更多的 vision 也就是 编组更多的 更漂亮的 这个愿景 也就是梦想 然后呢 之后呢 再来做 mapping from the vision to the reality 然后来得出 可实现的计划 来让梦想成真 OK 希望你可以 达成这样的目标 但是 就基于我的 抛砖引玉 我相信 你是会成功的 谢谢